我最近得了一个复刻病 什么复刻病啊 网购 大家好 欢迎回来不温不活 So, so hot 温哥华最接地气的美食视频节目 我现在发现原来前面这句话好长啊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 Heritage Asian Eatery Brunch Menu 总而言之吧 这个前面三个词啊 代表着这家店的名字 那Heritage Asian就是说 这个亚洲的文化遗产 大概这个意思了 Probary Eatery 其实它表现的呢 其实就是说一个小吃店啊 这种感觉 所以说这家店的菜呢 就会非常的小吃的那种感觉 那因为是在温哥华温哥华市中心 所以它的菜系呢 也是融合了一些中国的元素啊 然后有一些外国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我现在点的这个 我的这个叫做Paking Dark 也就是北京烤鸭嘛 它结合了这个 Egg Benny 非常这个西式的这个 团中的早餐嘛 加上了北京的鸭子 是不是像我刚才说的 非常的Fusion Style 那下面放的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点的一个叫做 Potato Roasted with Truffle Mayo 它这个 Mayo呢就是这样的 有一点那种Truffle的味道 很特别 大家可以有机会来试一试 另外呢就是这个 其实有一点Push Brown的感觉啊 就是Roasted就烤的嘛 烤的这个 鼠的这个酱嘛 然后你蘸一点这个Mayo 嗯 不知为什么 总是感觉有一股酒味 后劲很足 一口眼去的时候是Mayo 后面再品的时候就哎 有一种酒的感觉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吃来看一看 那我觉得跟我想象的是一样的啊 它的这个 我就说Hush Brown吧 它这个加上了这个 Egg Bandy里面的这个蛋黄啊 这口吃上去啊 脆脆的啊 有点这种蛋香啊 味道还真的不错 嗯 还有这个鸭子 这次很荣幸啊 可以吃到热乎的了 因为一个人拍片嘛 比较简单啊 鸭子味道也很好 有点咸 不过感觉味道很重 我觉得有点像北方的一些 鸭子 我觉得鸭子其实如果做的不好吃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 味道很 很奇怪 那这个鸭子做的我觉得味道 就非常传统那种炒鸭子肉啊那种味道 我觉得它把它切成丝了 不会成大片大片的 吃起来我感觉更入味 另外呢 我们一起来的小伙伴们呢 还有像这个北京鸭啊 这个肉啊 它可以给你换成了各种蘑菇 嗯 五花肉 五花肉 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伙伴的五花肉 它让我全都拿走 可是 我这天天吃 吃来吃去不就肥了吗 怎么能吃这么多呢 你看这个 五花肉 切的时候感觉非常 切得很容易啊 就说明它这个火候长得很好 上面也不知道放什么酱 我最喜欢的餐厅是什么餐厅呢 吃那种不同的肉是不同的做法 而不是说你去哪里的时候 鸭子是这种做法 一场哦 有点鸭子肉味 但是知道酱大概是这个套路 那你吃了这个Pour Belly呢 你发现 肉虽然味道不一样 可是这个酱汁呢 是差不多的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那种鸭 但是我觉得他家的 还是真的相当不错的 试试试 我们也聊一聊 最近流行的东西啊 最近我呢 天天在家里看人民的名义啊 现在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了 传说中是尺度最大的反餐剧啊 历史上都没有这样 听说过审批的时候 几天就过了 这些这个这个审查的人们 都是 夹击给审查的 我觉得 还是真的是不错 那里边呢 我印象最深刻呢 就是达康书记 达康书记 不要哭 GDP退掉 是这么说的吗 是不说的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的人呢 可以赶紧去看一看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那如果大家也对我们的 目前幕后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加我们的微信号 留下你的微信号 我们的客服人员呢 会跟你联系 这样啦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